是什么楼盘连我自己都要来排队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新楼盘 大家好 我是昆宁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也欢迎点赞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今天所在的就是位于 尔湾的普通拉Spring的Arbor户心 哈啰 菲威 哈啰 克尼 你知道吗 这个楼盘我自己都来排队了 哇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它真的有很好的性价比 我不知道你对以前的这个尔湾的 新房社区是不是那么的了解 它这个户型就是以前尔湾公司 自己建的那个Hellside的那个户型 那耳丸公司不是现在不盖房子了吗 他这几个样板间建好了之后 他就把样板间都卖给了不同的建商 但是这些开发商呢 还沿用了他以前的这些设计 所以走进来是不是很像耳丸公司的房子 但其实开发商已经换成了shayhome 所以耳丸公司它有什么特点呢 耳丸公司的房子其实是比较温馨的 然后它的空间呢 其实是利用的比较好的 这个户型我当时客人也很多喜欢的 但是他们唯一的有一点 他们觉得不是特别满意的 就是说这个房子当时是一个三房的 然后但是他们现在这个房子 Arbor这个户型呢 改良之后可以做四房 所以其实四房对于很多两个孩子家庭 可能还更实用一些 比方说家里有老人可能偶尔回来住什么的 对美国这边的家庭一般都是大家庭 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定这个户型 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户型没毛病 新房层高也够高 开阔的这种户型设计都非常的敞凉舒服 那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性价比高 当时那个Healthside最后呢也是卖到了170-80万 当时还是个三房 那现在这个房子第一期 小户型从175万起 那现在咱们看的这个是三号户型 稍微面积大一点 那它的售价也是180多万起 但是可以做到四房 哦那这个就很有很很 对啊性价比就高了吧 而且它第一期它有的地块有5000多尺 5000多尺它房子3000多尺 它占地院子看起来就很大了 刚才我们看进门 它就没有直接看到那个客厅什么的 转一下进来 厕所隐藏在两边 就比较有这个隐私性 Loft就是区别于以前户型最大的一个改良之处 就是增加了这个Loft 当时以前就上来之后 这一个房间 那一个房间结束 嗯就是这个Loft可以变成 第四个房间 这个设计 其实你自己可以做一个门 就是如果不加那么多钱 自己可以做一个 你说的呢没错 其实我这两天带客人已经来 看过好几次了 我也帮客人也登记过 客人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我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加这个墙 但是你知道区别在哪 区别就是你的产权上是不一样 嗯对 你如果在建商这里加 建商就是认定你这个房子是个四房的 对 那你产权上就是个四房 你用自己加了 自己加一道墙 那你房子还是三房 它价值可能你卖的时候就会 卖的价值是不一样 上来之后 首先这边是主卧 主卧这个面积 我觉得就是不大不小 刚刚好的一个面积 然后它的 以前 建商很多的 它那个主人房的洗手间 是直接对着床的 然后很多客人不喜欢 你看它这个主人房的洗手间 我觉得也是改良过了 对这样子的风水不好 你看这也是跟楼下一样 先看到一个小的这种玄关一样了 然后左边是洗手间 右边是马桶间 这就完全改掉了之前 客人不喜欢的那一个点 不然自己大家还要加一个门 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号户型 这个户型其实特别的常见 不仅在这个小区里常见 在East Wool Stone Gate Cepris 全部都有这个户型 以前的二万公司把这两个面 全部都做那个落地的窗户 但是我 对对对这个我见过 它现在又改回了窗户 其实我觉得没有以前好看 以前那个落地的会更漂亮一点 至少你这一面墙 整个全部都是一个推拉的窗户 这个可以升级吗 还是已经这样 我现在没有看到它有这个升级选项 但是我去那个Olive 就是大的那个户型 我们上一期刚带客人去看的 它目前也是这个床舱是可以升级的 有这个升级选项 你可以变成推拉门 不知道是不是建商把这个单独 作为一个升级选项 想多收钱 也有可能 前的三方 很可能没有浴缸的 它现在合理安排之后 有了浴缸 这种浴缸是要升级的吗 这个不用 但其他的看到的基本上都升级了 台面 柜子 把手 五金 镜框 墙体的颜色 地面 这些都升级了 自我其实挺大的 就像以前的那些 耳腕公司开发那些房子 我很多客人去说了 去看了之后说 我那个床我都不知道怎么摆 就是这也是两个窗 这一个法师门 然后那个房间很小 大概只有这三分之二大 但你看这个摆的还挺舒服的 知道这个房间大小 那这一期视频呢 有点长 请大家耐心看下去 这个就是二号户型了 我们一集把这三个户型都看完 二楼跟以前的户型 那个二号户型一样 也是进来 是个挑风 那其实一楼的这个空间 都差不太多 都是L型 全部都是L型 就看你从哪一边进 那这个呢 其实要说区别 这个户型的客厅稍微小一点 厨房那片区域 会占的空间更大一点 你有这个感觉吗 这个比刚才那个厨房 肯定是大 对 刚刚那个厨房很小 这二号户型这里是多一个loft 二号户型的这个房间稍微小一点 刚刚这个房间 比刚刚那个loft空间还小的感觉 对 旁边的loft比这个房间大 它是故意让你升级吗 逼你升级 非要让你变成个四房 对 看这个空间就还是挺大的 对 这个比这个还大 主人房都没有什么可挑的heat 主人房一样 空间 高度 大小 都很舒服了 那它也是没有直接对着床的一个洗手间 这一点现在在新的设计上都规避了这个问题 也是这样转一下走进来 后过我后面的窗户 可能现在镜头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有很多的城市景观的地块 城市景观就是围墙变成了玻璃 我们在高处可以直接看到山景或者是City View 耳湾的整个的城市的一个景观 这种地块很多人都在等都在找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楼盘我说还没开盘我就已经有好几个客人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喜欢这个楼盘的话 记得点击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你喜欢哪个户型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刚才的三号户型 因为第一个它是在最外面 我认为个人啊 我认为在最外面它的采光会更好一些 你知道这一侧是没有邻居的 那其次呢就是二号户型 二号户型在最里面 那要看另外一边有没有房子了 那中间这个呢是三房没有办法改四房 所以可能我个人不会考虑这个户型